今年年初科技股大漲了一波 最近国际的资金开始在找下一个投资机会了 林中告诉我说 开始有资金锁定到了新兴亚洲 到底立即在哪里 林中请您上台来 为什么这些国际资金 最近瞄准的是新兴亚洲 怎么样定义新兴亚洲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今年MF 针对全球的经济成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那左边这个绿色的球 就是全球全世界 那这是去年2022年的GDP成长 那3.5% 那今年是3% 明年其实还是持平是3% 那我们看今年跟去年比起来 就是衰退往下走的 那全球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它区分一下 美国的状态应该更差 2.1降到1.8 那欧元区呢 3.5到0.9 所以你会看很多的欧洲股市 其实在这个今年上半年 是有些不好 但现在其实反弹的话 比较像是无稽之谈 因为它基本面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看中东跟中亚 它是放在同一个区块 5.4到2.5 大概掉了一半 然后这个是拉丁美洲 跟加勒比海区 3.9到1.9 那撒哈拉以南非洲 这是一个特别的区块 3.9到3.5 唯一成长只有黄色这边 去年是4.5 那今年2023年是5.3 可能是微幅的往上走 所以你看全球的状况 其实都不好 但只有这个区块 新兴亚洲 它的表现 是较其他地方 都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 为什么 尤其我们怎么定义新兴亚洲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新兴亚洲 例如说我们去看港交所 它有个MSCI的亚洲指数 它里面大概有9到11个国家 那大部分我们把它框起来 一般人定义大概就是这样 包括像中国 印度 印尼 菲律宾 泰国跟越南 这几个 那捞出来如果在台湾 你用证券户 比较好去交易的话 那我们大概捞几个 第一个是中国 那第一个是印度 第三个是越南 有相关对应的商品 对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上一段 其实这个是讲中国 应该是不太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PMI 我们来对照这三个国家好了 9月份的PMI是50.2 是微幅的往下降 它疫情之后的最高点 是今年2月份 大概52.6那个地方 那其实疫后的付出 中国比起其他国家 应该都是慢了一些 它目前遇到的问题 刚才老师讲 有包括上这个 房地产 债券的问题嘛 房市风暴 那青壮年的失业率 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三个这个ETF7 我们都可以去关注 但是中国 我们待会带大家看 可能就暂时比较不适合做买进 因为它都是一个空方的排列 那我们看印度 它的9月份的PMI是57.5 那在这个2021年7月开始 这个PMI从来没有一个月 低于50%以下 融枯线以下 对 它就长期都是一个 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所以你去看印度ETF 它是一直往上在走的这个状态 那高盛预估 印度股市在2023年的 这个EPS成长率大概是18% 明年2024年 EPS成长率是17% 就维持在一个高档的震荡 那为什么印度这么强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目前从2023年开始 它是全球人数最多的国家 已经赢中国了 对 而且这个人口结构 又相当年轻了 就是全球25岁以下的 有5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印度人 那你想它这个未来的人口红利 其实是很可观 那政策支持 包括像公共的这个政策 网通等等 那我们都看过 三个傻瓜那个电影 你就知道 它的人的数值 其实大学生数值 研究所的数值 其实都相当的好 经济的动能 持续的强势 所以印度的ETF 其实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第三个就是越南区 那越南的9月PMI是49.7 那今年的8月份是重回 50% 所以大概是从谷底 慢慢的往上翻 越南股市是这样子 它的这个比较大的公司 就唯一一家叫做VIM Group 那它是一个这个 范日旺所创办的 那包括像汽车地产 什么东西都有 它有点像是越南的这个王国 这样子 那它的人均GDP成长率 在2023年是5.8 明年的话是继续成长到6.9 所以也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态势 那它有什么优势呢 公共政策 年轻人口的红利 还有全球供应链 我们知道中美打得很火热 那很多的国家 就把供应链移到越南去 那包括像9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越南也签订了 包括AI晶片等等的 这个签署条约 所以这未来这个AI 如果持续上上走的话 这个越南都是受益的国家 了解 好 所以你帮我们找出这三个 是因为在台湾 比较有相对的对应商品 来找一下有哪些 好 那我们来看 这大概是我简单拉出来 那ETF我们看其实相当多 那我为什么拉这一档呢 因为它的配息比较稍微高一些 这个像这个外国的ETF 很少有配息的 那这一档是有 它过去2021跟2022年 大家都有配到 大概值率6%以上 那它的这个特色 就是它参与中国的高股息的企业 那特别是它在香港有挂牌 那主要都是大型股 像阿里巴巴啦 这个腾讯 京东等等 那涵盖了地产 金融工业能源 其实都有了 而且它每年会调整 那针对这个流动性啦 配息的连续性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配的这个公司 可能就会被剔除掉 还有波动度 波动度我们都知道 我们喜欢越小越好的 所以 不过你可以看这个00882 它的量其实都降得很低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们看陆股的ETF 来我们把画面再拉长一些 然后下面放这个成交量 你会看过去几年 其实很多人喜欢买陆股ETF 但你看一直到现在 今天的量大概剩下3000张左右 你看这边大概都是 可能有到10万张左右 你看从10万到3000 那代表这个商品 如果没有量的话 它大概就没有什么波动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它持续的量低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横盘 整理的一个状态 了解 好这是中国的相关ETF 现在印度 对那印度的话 比较台湾找到 大家只有这一档 我们要看原型的话 00652 它主要追踪印度的NIFT指数 它就是1600间里面 去选出50间 它等于就是印度的0050 这样想比较简单 那指数涵盖了这个 21个经济部门的50支不同股票 那总共占市值大概65%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印度 你就可以看这一档00652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K线好了 它长线是往上走 我们把它画面如果缩小一点 那主要的低点 这边大概都是疫情附近 就2020年之后 那开始就往上走 那持续它也没有往下修正太多 那待会我们怎么进场 我们再用其他的指标来教大家 那第三个就是越南00885 那一样如果你要在台湾 很简单的投资的话 大概就是这一档比较适合 它主要投资越南股票市场 包括大型跟中小型的企业 那也一样啦 大概都有科技金融啦等等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长期增值 你可以很简单的用它就去参与涨跌 是好我们来找进场的时间点 好那我们刚才的这个第一 第三段我有讲到周线 所以我们一样去看周线 如果你要去交易 这个中信中国高股息的话 第一个你把你的K棒打成周线 那下面你就放MACD 那除了放MACD之外 上面你放一条均线 那就是十周均线 十周均线 所以我们把它转换一下 十周均线就是跟季线的位置 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半半交易法 就是一半一半 例如说MACD柱状体翻红 你可以先买一半 那如果它也站上十周均线 你就再买一半 所以你就把资金分成两块 简单举个例子 像中国在2022年底的时候 有稍微往上谈一段 这边是不是翻红 你就买一半 这边是不是站上 你再买一半 所以大概上下落差 大概一周 那这边你就持续的持有 持有 那持有的话 一样你出场也是用一半的方式 这边可能跌破 你就出一半 那这边翻黑 一样你也就要出一半 所以你看 即使在这个长期 比较差的中国股市 你还是可以抓到它微幅的波动 那目前看起来 MACD还没有翻红 还没有翻红 但是好像快要回到零轴以上 因为毕竟整理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有没有在十天均线之上 目前也没有 所以你这两个迹象 如果你很喜欢操作入股ETF的话 你都可以再等等看 好就是入股 然后印度 对那印度的话 一样啊 我们刚才前面是买进嘛 那卖出的话 跌破这个 如果翻绿的话 你可以卖一半 跌破十周均线 你也可以卖一半 那目前看起来 在十周均线之上 翻绿了 偏多对不对 那看这边是不是翻绿了 对 所以你应该要出一半 假设你从第一档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买上来的 对那你应该要出一半 那所以这是印度的状况 等它再跌落季线 就是十周均线的话 再买另外一半 对那它如果没有的话 比如说这边又翻成红色 又长牙齿了 我们前面说长牙齿 对不对 那这边还在季线上 所以你可以把那另外一半 再买回来 对对对 好最后越南 对那越南的上下波动 就比较明显一些 这边翻红之后 这边站上均线 那目前 它这个在均线上下晃的时候 你都可以持有一半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都是红色的 对都没有跌破 那前这个四个礼拜翻黑 对那这边也 有这个跌破十周均线 全卖 对你就要把你的这个00885 当在全卖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越南 你觉得它明年可能经济成长 持续往上走 你就可以等一下 这两个现象 如果都是红色的话 你再把它全部都买回来 我问现在中国印度跟越南 林中你自己比较看好谁 看好印度跟越南 印度跟越南 对对对 因为毕竟线形也比较漂亮一点 对 然后在整个GP的数字 也比较亮眼一点点 是没有错 好大家揣摩一下 好国际资金已经慢慢进驻到 一些新兴亚洲了 所以你也可以揣摩看看 谢谢林中的建议 今天整个的股市上来 台股连续三天的开高走低 大家都觉得这开高走低还玩不腻吗 季线何时突破 明天台股哪些观看重点 对那可以看几个点 因为这个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目前的大盘 大概在季线的上下 利空逐渐短化 包括像这个战争 暂时没有发生了 这可以观察一下 那AI族群目前都没有反弹 今天大概弹了一下下 就开高走低 如果没有持续反弹 这个没有主角 这个盘就会往上就涨不上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择权的Poco Ratio 这个值 这比较特别 最近的四天都在100以下 它回到100以上 大盘才会真的涨真的 否则大家就是很容易 开高走低 那第四季可以聚焦 投信买超的金融股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选前60天持有到选举 金融股还是表现最好的 大概会上涨百分百 那包括像永丰金 开发金 中信金 都是最近投信 琢磨比较多的标的 好 谢谢林中的提醒 谢谢今天在座所有的来宾 今天大家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做功课 晚上持续锁定11点半中的 夜线新闻 还有明天非常重要 首先明天早上10点钟 红海科技日隆重登场了 我们在晚上的节目当中 会请鼠方老师 带您一起来看科技日 然后外行的看热闹 内行的要来看股价门道了 还有明天就要先预告一下 台积地的法说 明天到底股价怎么反应 请您明天同一时间 回头锁定前线百分百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